大學一年一度的營申活動又開始了 近日東方日報和太陽報就報導 港大學生會經濟及工商管理學會 英文簡稱BEA 於營申期間在沙灘水戰時 霸佔水龍頭和浪費食水 缺乏公民和環保意識 一日後BEA隨即在民主場 將貼聲明回應和澄清有關的報導 8月6日上午 BEA在屯門舊咖啡灣舉行水戰 希望培養新生的團隊精神和領導才能 在場大約有200人參與 原先學生佔用了兩個燒烤場的水龍頭 不時向吹氣水池泵水 只餘下兩個水龍頭供其他市民使用 其後在救生員的勸喻下 學生才改用水桶在需要的時候盛在食水 對於有報導指 學生於改用水桶後仍然長開水喉 缺乏環保意識 令到水長流兩小時 BEA就於聲明中作出澄清 指整個活動實質指歷時50分鐘 並非報導中的兩小時 原先計劃的200人集體水戰 已因為他們意識到要截散水源後而取消 估計縮減了60%用水量 另外BEA也有安排相關同學控制流量 儘量截散食水 不過就沒有正面回應報導中 長開水喉的指控 事件中也有市民質疑 BEA為何要用公用食水而棄用海水 故中原因除了報導指他們考慮到近水區域有大量玻璃碎片之外 聲明有補充他們也擔心 會出現200多人同時到海邊取水的混亂情況 釀成不必要的意外 從BEA聲明中 我們可以看到真實的營身情況未必就如報導所言 為雙方亦沒有實據頂證當中分歧的地方 其實營身活動是有其意義的 但在舉辦營身活動的時候 大學生應該多考慮和注意手法是否最可取 並衡量當中的得與失 校園電視記者周安東報導